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街友走到哪这家当也随身带着 因此被视为街友聚集地的台铁台中站 被子睡袋式随处可见 造成了行经这里的民众观感不佳 那么市议员杨大宏与市府人员前往会刊 交通局提出设置行李带专区 让街友的家当有个家 下午四点台中火车站人潮涌现 以这里为家的街友也陆续聚集 带来烟蒂垃圾 民众经过都要屏住呼吸快速通行 这问题到底有解吗 台中市车站整个的门面 还有就是我们交通局搭乘公车的地方 有发生游民在这边有堆放杂物 变成说我们整个的市容都变得非常脏乱 更糟糕的是游民也会在这边变腻 那造成说我们整个车站还会有异味 那所以希望说能不能就是说联络我们台中市的各个局处 来联合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纸箱家当就堆在扶手边 一处车站映入眼帘的不是台中美景 而是脏乱的景象 实在有爱观瞻 交通局表示每周都会进行不定时清理 但街友们疑似都会事先得知消息 等到相关人员离开后再回到原位 让市府很伤脑筋 市议员杨大宏会同各局处研议解决办法 交通局提出短中长期建议 短期内会以告示劝导 而中期则是效仿其他现实做法 规划行李带绽放区 让街友的家当有个集中放置处 并以栅栏为企有保全管理 降低对市容的影响 社会局表示将权力配合 预计年底前确定设置地点 也希望未来能订定相关法规 避免街友堆制的物品被弃制 引发纷争 尊重人权的同时也维护示容